其实一个资本家他们是如何把一些公司高垮 第一,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资金嘛,很多的资源嘛 他们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才 所以他们就,人才是根本用不完 资源,资金也是用不完 所以呢,他们就会低 如果说那些公司对他们有好处的话 有利益的话,或者是说能够帮他们 或者对他们有威胁的话 他们第一,就会去收购当公司的股权,股份 然后收购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把这些 或者是说他们在超见了之后呢 他们就会知道一些金融风暴 然后呢 说因为每五年十年都会有一个金融风暴 所以这个是好像已经固定的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 有后面有人在操作的 有一个人在,有一些人在操作 那么当他们把股票收购了之后呢 慢慢的他们就会在公司的股份 低价之后就购买那间公司的股份 或者入股当那间公司 有一间卖快手面的公司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入股了之后呢 然后让他们的产品消失在这个市场上面 那么呢 之后呢 他们就用他们的特权 因为他们已经是拿到那些股份 然后呢 他们就将这些股份呢 再进一步的在收购 直到他们得到100%的股份 然后呢 他们才将他们收购公司的一些技术呢 跟一些产品的一些优点呢 他们就把它放进去 他们的自己本身的公司的产品 跟技术以后 然后呢 就是用版权 去征收一些相关的技术 就导致他们就是可以 有用不完的资源 用不完的钱 然后永远都是 别人在买他们的产品 别人在运用 在用着他们的产品 在消费他们的产品 然后呢 他们就有用不完的钱 有赚不完的钱 然后呢 对他们自己本身 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美好的永远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我希望大家能看到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看到 相信很多人都会看到 那么 我们就希望说 大家要做一个提题 不要随便 让别人入股 因为到最后呢 你不知道 他到底是为了这个公司 还是为了他自己本身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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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知道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个公司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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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